那接下来就是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最好的方式 我前面好像也讲过 比如说像我们讲过什么 猜数字游戏 其实我已经有写出来了 那这个是我弄出来的 你们可以想想看 然后来的话 大概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猜数字游戏 比如说几A几B 这个我想你们以前 应该都有玩过类似的 这个游戏只是说 我在美工没有做得很好了 反正就是最基础的 一个什么呢 类似像这样 最简单的 请输入什么呢 这个时候游标放在这上面之后 底下会跳出什么 跳出一个那个我们的输入的那个 奇怪怎么没跳出来 应该跳出那个我们的 号码 出来 不是没出来是太慢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 所以每次用这台电脑的时候 有时候你用电脑的时候 并不是说它没有效果没做 而是说因为 delay的比较久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速度再调慢一点点 不然的话你去找一台 再高阶一点的 笔电或者是桌漆 跑起来的话比较顺 比如说我今天打那个拆 这个我想各位都玩过啦 我只是大概 给各位看一下类似像这样 比如1234 按送出之后的话 它会帮我比对 多少 2b 然后再来5 6 7 8 然后就是1a 反正很花时间 这个应该确定 最好的方法是按menu键 menu键之后看答案 2 9 1 8 OK 按送出 那可以跳出一个tost就好了 答对了 游戏结束 或者你也可以按投降 投降 看投降 谢谢再联络 然后打错了 那你可以再 打错的话就是消掉最后面那一个 OK 类似像这样子 或者你可能按一下1 比如说你这个规则错误 对不对 它会怎么样呢 它也会帮你去check说 你这里面的话数字重复了 不能有重复的数字 当然应该把它清掉了 类似像这样子 的一个程式 其实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不过写完之后的话 我把重点提示给各位看好了 基本上我写完的 比较重要的部分 大概有几个方法 这边的话 基本上也是利用我们之前所讲的 包含就是一个view view的部分的话 比较简单嘛 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testview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adtest OK 好 那这个adtest的部分 主要是把什么呢 把这边改一下 input type 改lumber 所以它一进来的话 一定是只会输入数字 那再来的话 分别就加入三个button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应该都前面都有交过 所以这个adtest 然后加三个button 那我是把三个button 放同一列 所以它必须要再加一个什么呢 linear layout 把它做一个版型 对不对 它才可以放在一起 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用list view的话 就不能做这个动作 然后resout 就是最后的结果 修在这里 或者也可以用toss 或者alern dialogue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menu部分 我在这边加了 这一个 加了这个menu menu里面的话 实际上按下去之后 会有两个 一个是 这个什么呢 reset 那我这边有一个 就是有个 也是去找那个stream的 这个 应该 我是放在这个value的 字串档里面 那这边的话 会有两个选项 那把相关的什么 字串档都放在这里 那最后的话 再撰写程式 OK 那这部分我想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思考看看 那因为这个范例 稍微比较复杂一些些 到时候看share 给各位 其实也不会很困难 主要就是我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自动产生 乱数产生